在成都荣诚在中立主场来对阵浙江队 那今天场上身穿着红色球衣黑色短裤的 这是主队成都荣诚 干照几川中 后点投球 打在了横梁上 胡瑞宝坐下再打 解围失误给了胡瑞宝二次打门的机会 完成了自己做跟剑的手术 也提前告别了这个赛季 对这个赛季受到跟剑的老伤的影响 比赛一直断断续续的 在保守的治疗之后 还是决定手术 对于一名三十三 现在这球注意 这球正严立功了 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 这个区域的一个防守 警告或者黄爬 重罚这下选择直接打门 视线很开阔啊 这下给到金明友外围打一脚 好像 前传带过 罗姆罗内切再往中路走 自己的左脚再传 金明友在后点 倒三脚传回来打门 这一脚球啊 罗姆罗可惜了 对于对方来说是 非常大的一个危险 再传到后点危险 这下又是在身后 对萨尔达尼亚的抢断 浙江队形成了反击 外围打一脚 这下球啊 你看其实这个就是木球 要不要补牌哈 木塔 木塔硬一点呢 再分 唐欣 外围打一脚远射 再分边 这边是冬雨 投球后蹭 这个球有些危险 在反击当中再抓一个 来了 萨尔达尼亚呀 这三位中位啊 要及时的回位 唐欣顶上去 再往中路给 封 打门 好球 唐欣找菲利佩 二点球 周定阳投球的百度 李查德提前 阻止了一下对方的这个判断 但是外围打一脚 跟进了弗兰克呀 什么 对啊 很明显的一个吹法 外脚被传到后面 不能等呐 那个后面那个 上的胶部也扯了 这样的球图危险呐上来 一下进去 上啊 我们的防守队员 哎呦 沃洛 在门前的包抄啊 所以给了 冬雨很充分的一个传球时间 就是打到了右路 这一下是沉浸的传球投球攻门 来自于对方的中场球员 下也要比我们更加主动一些 嗯 再进去 后点 张延出来 关键的扑救 继续 这个时候活涛可以别等啊 但是这个有手球吧 菲利佩 进去 菲利佩 还有机会 还有 好 这样的话 主裁判张蕾是吹响了 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最终在